姜濤的中核新聞報導 今天要講姜濤究竟會不會出席小豬這個演唱會 咦?大家聽我這條頻道也有加入不同的姜濤群 不同的姜濤群昨晚分享一張圖出來 一張圖就表示姜濤就可能 不是可能 她說到姜濤是不會出席小豬的演唱會 當堂非常嘩然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姜濤是不是會不出席小豬演唱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姜濤是第一偶像是小豬 如果出席小豬的演唱會 姜濤一定是人生中一個比較首要做的事情 但是這次的消息說姜濤是不會出席小豬演唱會 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波登仔獲得一些證據 為大家分析究竟這件事的真例 開始影片之前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骨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一點都可以了 最緊要課金支持 十元八塊千萬不要跟我說 因為你們的課金支持對本頻道非常之重要 因為可以儲回一些正面的數據給YouTube看 因為早前那些 Haters攻擊到本頻道 連出片都被人Bang到八次 一條片就被人審視了六個小時 所以你們的課金支持可以改善到YouTube對於我們的審查 所以希望大家課金支持 支持姜濤 支持本頻道 好了 看看昨晚在姜濤group流傳了什麼 昨晚在姜濤group 晚上八點鐘 就在亞洲博覽館十號館那裡演出的 他就展示了羅志祥這次香港站演唱會的時間地點 和賣票的e-ticket那個情況 然後他有一個叫小編 小編的人在說 他負責不知道是賣票還是什麼人 他就說 他打了一段話 就說 話說我今早 即是昨天 即是前日 即是前日 話說我今早出了這個動態 然後就收到偶像 偶像的DM 即是小豬 澄清說姜生 即是姜濤 因為要準備團隊的演唱會 所以今次就不會參與小豬的表演 即是他 即是小豬的表演 小豬想我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免得姜濤們公售買票後 失望而不會公開發售票 之後買到票 原來姜濤不出席 即是小豬的演唱會 會播放 接著他就說 祝偶像的偶像太圈奮了 這樣 祝你順利演出 接著他有個扶腳 就說 本來想出原文劇圖 但小編就不想劍寶 大家相信就不相信就算 類似這樣 好了 那 這一個 劇圖 其實很早時發 高等仔已經收到這張劇圖 接著這張劇圖 就在各大的姜濤群群那裡流傳 因為為什麼呢 先說一些背景資料 因為在姜濤群群裡面 大家都是在說一件事 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小豬演唱會 因為今年姜濤開了 第一個個人演唱會 小豬也參與了他 尾場的演出 當然是 非常之開心 非常之震撼 但是 我們也有個期望 當小豬 因為他今年至下年 就會開一個 叫做全球 巡迴式演唱會 香港也會舉行小豬演唱會 都是香港站的 都會舉行 話說 就在下年1月7日 下年1月7日 大家都會記過一件事 就說 咦 這樣就是 這個 小豬的演唱會 基本上姜濤會出席 因為 在於幾點 第一件事就是 姜濤 她的第一個偶像 就是小豬 小豬作為姜濤最深愛的偶像 其實在多次的訪問中 姜濤也說 如果可以出席小豬的演唱會 甚至作為她的嘉賓 她真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所以 大家都一定會記住 當小豬開演唱會的時候 姜濤一定會出席 這個就很肯定 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 在姜濤的心目中 這件事就一定是做得到 第二件事就是 說這個 姜濤開演唱會的時候 小豬都有參與 在於禮貌上 你不要說她是不是偶像 在於禮貌上 別人支持過你的演唱會 以姜濤的性格 她一定會支持小豬的演唱會 這件事就是當然的 禮貌上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 無論在禮貌上也好 或者個人 姜濤對於小豬的心愛 超級偶像來說 是出席小豬演唱會 是無疑的 所以大家基於這兩個概念 基本上大家會希望 因為上次開完 姜濤三場演唱會 我想大家都以由未盡 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再一次 在台上見到姜濤的演出 看到姜濤的演出 所以大家一直都有留存一個說法 就是當小豬的香港站演唱會 落定了的時候 落實了的時候 大家姜濤都會買來支持的 支持小豬 希望再在台上見到姜濤的颱風 好了 這個就是基本的背後理念 所以大家都一直留意 包括高登仔 其實高登仔都會去看小豬演唱會 如果可以買到票 因為我想基於第一 對於小豬 我是很敬重 現在 雖然其實她之前糾纏著 一些緋聞的困擾 甚至可能已經自我雪藏了一段時間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她都是沒事的了 還有我覺得她的人真的不錯 你猜不論她私生活是怎樣 有時候我們都管不了很多人的私生活 但是起碼在她 在於支持姜濤上 支持姜濤上這件事上面 鼓勵姜濤上這件事 是無用之意小豬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還有她某程度上是幫助姜濤一些 無論在真正的幫忙 或者心靈上的支援 其實我想小豬是很重要 所以我很敬佩小豬 所以無論姜濤真的最後出不出席 我其實都希望可以出席到小豬演唱會 當作是一個支持 第二件事 當然如果姜濤真的會出席小豬演唱會 那當然是傷得益張 如果我可以再一次看到姜濤在台上的風采 高登仔就很開心 所以小豬的演唱會 一直在高登仔參與姜濤活動之中 都是排名首要留意的一件事 所以有關的消息 我肯定會多多留意的 所以基本上前天 昨晚到今天都一直留著這個圖出來 我都很驚訝 第一件事 我就不知道這個KKTES這個系統 究竟是不是台灣還是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公開發售 我不知道 但是這次的消息 難免覺得 第一件事 我們看看這個是不是真還是假 第一件事 就是說我其實有少許質疑 對於這個消息 就算有Kettle 那個Kettle其實很流 第一件事 他講到他自己跟小豬是有直接聯繫的 如果小豬有直接聯繫的話 你就給大家看一些證據 第一件事 我們逐點逐點分析 第一件事 我們邏輯去辯證 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跟小豬這麼熟 你可以問准小豬 把姜濤不出席 他的演唱會這個真實的事 公佈出來 然後他的解釋 他說 本照是沿途剪圖 但是小編就不想見報 其實現在都 不要說見不見報 其實現在沒有說見不見報 你現在叫見網絡 是不是 你的消息已經傳遍整個網絡 其實跟見不見報 這個概念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見網絡 現在比報更厲害 早前高德仔都分析了 現在網絡媒體的影響力 基本上是 傳統媒體的二十幾倍 你不見報沒問題的 但你見網絡 是更加厲害的 傳播和滲透率 所以這個就是 我有一點質疑 第二件事就說 第二件事就說 為什麼小豬自己不公佈呢 小豬有自己的團體 有自己的PR 小豬 為什麼他沒有公佈呢 為什麼沒有說出來呢 這件事就覺得很奇怪了 如果小豬是真的收到姜濤的真正信息 不參加小豬的演唱會 我想在於小豬來說 老實說 小豬去到今時今日 來香港開演唱會 老實說 他真的不需要去掏姜濤的光 老實說一句 就算我這樣說 就算我們姜濤 真的不去買小豬的票 也有很多人會看小豬的演唱會 何況 他去到今時今日 他作為一個前輩 作為一個姜濤這麼敬重的人 我覺得小豬我份人 別多一些男女私情 別說 我覺得小豬份人 是不會這樣去掏姜濤的光 我很深信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消息 我想其實小豬可以親自由他 或者他的幕後班底製作團隊 去說出這件事 因為其實如果他真的 說姜濤出不出席都好 其實我的嘉賓名單 某程度上 台灣開演唱會 是很喜歡 確實一些嘉賓名單 會展示出來 就是說我的演唱會 就是有這樣的嘉賓 你喜歡看就看 不看就算數 台灣的歌手是這樣 如果大家看台灣演唱會 或者有關消息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小豬是不會透過這樣 不知不知道什麼小道消息去發放 他自己會發放 好了 然後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說 如果姜濤是不會出席小豬的演唱會 而在大家 姜濤的心目中 是大家在等著這一刻 姜濤是基本上 是不會假受於人去發放這些消息 他會直接說 小豬一月份的演唱會 我是參加不了 因為我要準備 我的MIRROR演唱會 因為MIRROR演唱會 都是差不多在下年的年頭 所以都合理的 那個推論都合理的 但問題上就是說 姜濤其實應該會自己親自說 甚至是說 姜濤會直接把小豬 跟小豬的對話 直接會說出來 我們所了解的姜濤的性格 就會是這樣 所以這些流傳 我就覺得 不知可信性去到哪裡 好 跟著那個問題就說 跟著那個問題就說 為何會有這樣的流出呢 跟著姜濤就在這裡說 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些 我經常說的 反操作 什麼是反操作呢 就是你出這樣的消息 其實所帶來的影響就是 可能最終姜濤是不會買小豬的演唱會票 但是其實 那個影響可能都是這樣 老實說一句 是不是很老實說一句 但是 其實對於小豬來說 其實可能某程度上 他都不是說太在意 對不對 即是姜濤出不出席 我想在於小木豬的心目中 就是說他一個後輩 他是很欣賞的一個後輩 如果他出席到賭的 當然最好 出席不到的 他亦都不需要擔心賣不賣票 去不去賭票的問題 所以這個 不是一個立論點 這個立論點 我就經常覺得 這個這樣的小片 自己說自己是小片 他就不知是 他就經常有意無意 整個過程之中 有意無意 說到他是知情人士 知情人士 就說又認識小豬 小豬就親自跟他交代 這個演唱會姜濤出不出席 是不是 其實老實說一句 如果你真的這麼討厭的話 你就拿些證據出來 你說不想見報 但是你這篇 就是你的劇圖 已經全片整個網絡了 有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 表面上 就是講小豬演唱會 實質上就是 有抽薑桃水 你抽完薑桃水 究竟在於你有什麼利益 我不知道 起碼多了別人去留意 你自己的 不知道IG 還是Facebook 還是社交媒體 是不是 這個又是一個反應 一個操作 喂 這個是不是又是 又是一宗 抽薑桃水的一宗新聞 是不是 又是搞到 現在是這樣的 傳媒或者網絡傳媒 一提到姜濤兩個字 就是點擊的保證 點擊的保證 在這件事上 我們看到 簡簡單單一幅圖 講到自己跟小豬 有直接的聯繫 又說 跟姜濤不出席小豬的活動 在演唱會上 講到出來 這個劇圖已經瘋傳在姜濤的群組裡 所以 這個又是否一個抽水事件 我自己很質疑 還有我自己一個分析 我自己一個分析 姜濤是否不會出席小豬的演唱會 我自己有個疑問 剛剛我也說過 小豬和姜濤的關係 但是在這一年 其實有自從大馬演唱會 姜濤的演唱會 他們都有一個頻繁的交往 和互相欣賞的行為 在於姜濤來說 他真的很想出席小豬的演唱會 和小豬開完一個個人演唱會 這個還是一個 不同地區的一個巡迴演唱會 你不知道開完之後 是隔幾年之後才開 在於今時今日 信息萬變 幾年之後發生什麼事不知道 如果姜濤知道 如果小豬開演唱會 怎麼都會去 安排出席參加 你不知道下次還有沒有機會 世事很難說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他的原因就是 要準備MIRROR演唱會 我自己覺得 就未必了 你說出席一天 可能在說十多分鐘 十多分鐘 可能練定一首歌 可能和小豬唱一至兩首歌 我覺得這件事 你開MIRROR演唱會 第一件事 今次MIRROR演唱會 肯定沒有那麼多花神 我想只十二指 站在台上唱歌 第二的票 已經要補票 已經賣光了 如果你要抽半天 或者一天出來 去準備 參與小豬的演唱會 我覺得這個空間 是絕對有的 所以 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東西 我覺得像抽姜濤水 還有我自己覺得 姜濤是 就是 就算怎樣亡化 大家都知道 姜濤的性格 她越忙越強 怎樣亡化 她都抽時間 去處理到 不同的事情 所以這個 我自己覺得 絕對是 值得相確 還有想想 究竟 姜濤是否會出席小豬的演唱 我覺得是很大可能性 所以 這篇這樣的劇圖 其實什麼證據都沒有 只是文字最述 所以我自己覺得 真的 有一個傳遺 究竟姜濤是否會出席小豬演唱會 我覺得都未定 所以大家姜濤 可以觀望一下這個消息 當然姜濤是否小豬演唱會 高等仔 在於我自己本人 我都非常留意 所以我都會跟進這段新聞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 有什麼消息 留意著本頻道 本頻道就會繼續幫大家跟進 所以大家繼續留意 好 今節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